啊 大家好 最啊 这一款产品的名字叫做果木炭烧烤炉 然后他的那一个整体的外观尺寸呢 是一个890乘以620 然后再乘以一个2278的一个高度 然后我们现在打开这个炉糖 啊 炉糖的那个材质呢 这一面 炉糖的整体材质呢 是一个a3铁板 厚度是10 然后是一个镀镍的材质 啊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我们的炉糖那个尺寸 炉糖的一个可以啊 阳烧的尺寸 嗯 他的尺寸呢 是一个t80 然后乘以 乘以580 再乘以一个360的365的一个尺寸 然后我们现在关上这个炉糖的门 啊 再看一下我们尺寸的啊 这一个机器烤炉的一个上部结构啊 上部结构呢 是一个啊 封门的一个封门 然后一个是一个出烟装置 出烟 然后这个是封门装置来的 然后我们这边 向右领呢 是一个关闭封门 关锁打开呢 呃 木板和炭烧出来的烟 释放出来的那个烟气呢 就会从啊 从这个 出烟装置从那边排出 然后啊 这是温度 门上呢 这个也是啊 液障温度计 可以显示到啊 炉糖里面的那个少一个温度 然后啊 下来呢 这里门前的这个是一个双层的玻璃门 外层玻璃门呢 是一个耐高温300度的高温钢化玻璃 而打开门这边 这一块厚度呢 是一个厚度8力的耐高温分的温度呢 是一个540度 好 我们现在关上门 现在我们打开这一个接灰盘 可以看到这下面呢 是一个我们接收碳和木炭烧烤出来的那个灰 然后这一个是推拉装置 是用来打开和关闭 一个打开一个关闭 那个炉塘那个烟灰的下落的那一个装置来的 然后我们现在向外抽开呢 就是炉塘的那一个漏斗 炉塘漏斗里面的那些灰就能够自然下落 而向里推就是关闭 然后灰呢就是 灰就不能够再下落了 然后也是一个氧气的供氧 氧气一个集中一个氧气供氧点 然后现在我们现在 还有这是我们自己设计的一个 自己设计的一个花灰的一个产 我们打开这个收回盘 就能够在远距离 站在远距离这样 把这一个产灰盘 然后把那些灰向外这样推拉 而不会烫到手 但也要注意 我们向外拉的时候 最好是戴上头套 好我们现在把灰已经产出来了 然后我们现在关回这一个接灰盘 并挂上这个挂钩 残灰挂钩 然后现在我们打开这一个烤炉的下部结构 这下面是一个我们那个盛放物 盛放平常并不需要 并不需要怎么使用的物品 但你要注意是一个不能放一些易燃的物品 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它的整体尺寸 它的整体尺寸是一个820 乘以580乘以一个600的一个尺寸 然后整体的尺寸 然后所有的板筋呢 它的那个材质呢 都是SUS410的材质 好的 我们现在打开炉堂 然后准备进行试火 然后我们现在呢 已经是看到我们炉堂里面 是已经放弃了一些飞木板 还有一些炭 我们现在呢 是先让这一个木材先燃烧起来 然后顺便呢 是顺带的 是先把我们的木炭也燃烧起来之后呢 我们再关上这个炉堂 以保证这一个炉堂现在呢 是一个充分燃烧的效果 而不会释放一个一氧化碳 好 我们现在呢 已经可以看到 炉堂里面呢 已经是大火燃烧的 一个松熊烈火 我们呢 现在呢 也就可以证明 它是一个充分燃烧的状态 我们现在呢 就可以先把门给关上了 我们机器的外表温度 然后我们现在先从下面开始 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是下面呢 是一个二十多一个二十三十度的一个温度 四十度 然后看到右边啊 是一个三十也是一个三十二三十四度 然后我们现在来到上方 上方呢 金属外表这边是可以去到一个四十度 四十一度的一个温度区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了一下这个一个玻璃这边 玻璃这边呢 是因为双手隔温的玻璃 然后现在呢 也去到一个一百一十一百一十度 金属右右侧的上部温度 可以看到炉堂上部温度 这里也是一个二十四十二十四十度的一个温度区 然后在这下面 鲁团下面这边是一个二十二度四十度的 二十二十四十度的一个温度区 而靠近呃 门 门这一边的左上角是一个三十四十度的温度区 现在再放手上去 可以看到这个一个啊 材质呢 是非常安全 我们进入感觉到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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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进入感觉到烫手